每个人的30岁都不一样,抵达前是一段充满未知与不确定的旅程,我们可以投资自己为想成为的样子打下基础 30岁之前,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几件事,分别是 第一,别丧气 丧气是容易习惯的,积极也一样,都能养成习惯 好习惯对人有益,可以增加人生的乐趣,并赋予其充盈的力量 而坏习惯只能让人,感觉不安、不悦、一事无成 习惯就是人们不假思索就做的事,是人们日常的行为方式,或是经由不断重复而形成的行为模式 人们有40%的行为,是出于习惯 当遇到挫折时,丧气的思维习惯是,弄死我算了 而积极的思维习惯是,打不死我的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遇到失败,丧气的思维习惯是,我倒在地上起步来了 而积极的思维习惯是,这都是经历,会让我的未来越来越好 思维不同,久而久之,人和人之间就不一样了 第二,多读书 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曾经说,一日不读书,成生其中 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现在流行听书,但别忘了,读书不仅能吸收知识 还有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功能 所以,读书永远比听书更有收获 读书是自己和自己的心灵交流,是自己和作者的交流 外在的装扮固然重要,但心灵的滋养更重要 我们的目标不是读一本书,而是成为读书的人 你相信什么,就能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 第三,运动 别小看锻炼身体 二十几岁时不坚持运动,尽情地挥霍,长期不重视健康 三十几岁时想做点什么,总有病痛会突如其来,从天而降 每周只需要行走三小时,就有一心血管健康 少量运动就会带来好处,在合理的范围内,运动越多则效果越佳 二十几岁时累积的身体素质,都是为三十岁时更好的创业打下的扎实的基础 身体是灵魂的载体,在有趣的灵魂,也经不起病痛的折磨 第四,学好第二外语 如果你对一个人讲他听得懂的语言,你的话会进入他的脑袋 如果你跟他说他的母语,你的话会进入他的心中 世界俨然因为网络的发达,而形成了无远弗界的状态 如果只会说一种语言,你可能错失了很多跟世界接轨的机会 语言是帮助自己未来进入职场,跟客户建立联系最直接的管道 因此掌握基本的语言能力,就多了一项专长 相比之下,你也会比其他应征者具有更多的竞争优势 第五,每年至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无论你有没有钱,每年都应该努力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出不了国可以到外县市,出不了外县市,至少要走出自己住的村庄 要努力从穷游变成富游,有时候,见识比知识重要,跨出舒适圈,外面的世界更大 如果实在去不了远方,别忘了,书里有更多你到不了的远方 第六,存一点钱 如果你刚开始工作,还没有太多收入,千万别坐月光族 每个月薪水的20%,一定要存在银行里,做自己的备用资金 那些善于存钱和投资学习的人,在一生中都很少面对财务困境 人们在年轻时很容易乱花钱,从薪水里抽出一定的比例 把这些钱累积起来,它们会变成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拿出一定的比例去投资学习 在这个年纪里,记住,去创造,去打拼 这正是创造的黄金年龄,最好打拼的美好岁月 左心房 与你分享阅读闸记 点亮生命微笑的智慧处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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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拼